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布的旋律交响,市场的色彩乐章 二,雕塑的时间旅人,市场的历史穿梭 三,画廊的幻想书库,市场的故事宝库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布的旋律交响,市场的色彩乐章 在探索画布的旋律交响,市场的色彩乐章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仅会想象,一位穿着画家围裙,手持调色板的古事分析师 他在一张巨大的画布上挥洒着各种色彩,试图捕捉市场的每一个节奏和旋律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对市场深层次理解的探索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色彩 在画家的调色板上,红色可能代表着市场的热情和活力 蓝色则象征着冷静和理性 当市场情绪高涨时,画布上的红色会变得更加鲜亮 而在市场冷却时,蓝色则会占据主导 但是,不要忘了,市场就像是一位情绪多变的艺术家 他的情绪变化有时候是那么快 以至于画布上的色彩会在一瞬间从火热的红转变为冷静的蓝 接着,我们来看看旋律 市场的旋律是由无数个交易决策 财报发布,政策变动等因素共同奏响的 这就像是一场无伴奏交响乐 每一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节奏和强度 有时,市场的旋律可能是轻快而愉悦的 预示着经济的繁荣和股市的上涨 而有时,它又可能是低沉而沉重的 反映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投资者的担忧 但是,正如任何一位音乐家都会告诉你的 最美妙的交响乐往往是在最不可预测的变化中诞生的 同样,市场也是在不断的波动中展现其真正的魅力 当红色和蓝色在画布上交织,当市场的旋律在高低起伏中穿梭 那些能够理解这场色彩乐章的投资者 就像是那些能够欣赏交响乐中每一个细微变化的音乐爱好者一样 他们不仅能够享受到市场带来的视觉和听觉盛宴 更能在这场盛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机会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投资中 最重要的不是你看到了什么 而是你如何理解和解读你所看到的 在这场画布的旋律交响 市场的色彩乐章中 那些能够深入理解市场色彩和旋律的投资者 无疑是最能够享受这场盛宴的人 所以,拿起你的调色板和指挥棒 让我们一起在市场这幅巨大的画布上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色彩乐章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时间旅人,市场的历史穿梭 在探索雕塑这一艺术形式的历史时 我们不禁会发现 雕塑家们其实是一群拥有时间机器的旅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 将我们带回到了古埃及的金字塔前 又或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宴会上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还会发现这些时间旅人 其实也是一群狡猾的商人 他们的作品不仅穿越了时间 也穿越了市场的变迁 让我们先回到古希腊 雕塑家们创造了许多裸体雕塑 这在当时是对人体美的一种赞美 但如果你以为这些艺术家 只是单纯的追求艺术 那你就错了 实际上,这些雕塑还被用来 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富有的贵族们会定制雕塑 来装饰自己的家园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品味 看来,即使在古希腊 艺术与商业也是密不可分的 再来看看文艺复兴时期 雕塑家们如米开朗基罗和多纳泰罗等 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巅峰 也成为了城邦间竞争的工具 例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不仅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 也象征着福罗伦萨共和国的力量和独立 这些雕塑成为了城市的象征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财富 可以说是早期的软实力运用 进入现代 雕塑的市场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艺术品投资的兴起 雕塑不再仅仅是装饰或象征 它们成为了一种投资品 艺术家们开始更加关注市场的需求 创作出更多能够引起 公众和收藏家兴趣的作品 比如杰夫、昆斯的《气球狗》 这件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获得了认可 更成为了收藏家们争相拥有的对象 总的来说 雕塑家们不仅是时间的旅人 通过他们的作品 我们可以穿越历史 他们也是市场的舵手 通过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来塑造自己的创作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 雕塑艺术与商业的关系 变得愈发紧密 而这种关系 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观察艺术与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一座雕塑前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是一件艺术品 也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甚至是一次商业交易的见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廊的幻想书库 市场的故事宝库 在探索画廊的幻想书库 市场的故事宝库这一主题时 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 其中 艺术与文学交织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家古老的画廊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本微风封面的书 等待着有心人来翻阅它的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画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库 但如果你仔细想想 艺术品其实是艺术家心中故事的可视化表达 这些故事 可能来源于历史 神话 个人经历 甚至是对未来的幻想 因此 每一次我们走进画廊 实际上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幻想的书库 每一幅画都是一本书 等待着我们去阅读 解读和欣赏 让我们以一幅著名的画作为例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这幅画 不仅仅是一位女性的肖像 她背后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和谜团 她的微笑 是喜悦 轻蔑 还是一种内心的平静 她的身份又是什么 每一位观看这幅画的人 都可能从中解读出不同的故事 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再比如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这幅画作通过扭曲的形象和强烈的对比 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苦难 它不仅仅是一幅画 更是一本关于历史 政治和人性的深刻书籍 而在市场的角度来看 每一幅画作的背后 不仅有艺术家的故事 还有它的收藏历史、流通过程 甚至是伪造和争议的故事 这些故事构成了 艺术市场的另一种书库 充满了商业的智慧和人性的复杂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 全部汇集起来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座书库啊 从古至今 无数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 关于爱、恨、生、死的故事 而我们作为观众 也在通过这些故事 不断地学习 感悟和成长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一家画廊时 不妨试着将它想象成 一座幻想的书库 每一幅画都是一本书 等待着你去翻阅和探索 你会发现 艺术和故事的力量 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总结一下 我们通过探索画部的旋律交响 市场的色彩乐章 雕塑的时间旅人 市场的历史穿梭 画廊的幻想书库 市场的故事宝库 这三个主题 发现了艺术与市场之间的深远联系 无论是色彩的变化 市场的旋律 还是雕塑的历史穿梭 市场的商业运用 亦或是画廊中的故事宝库 市场的商业智慧 艺术与市场的交织与融合 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和思考题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艺术给市场带来了无穷的创新和想象力 而市场则为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和更多的关注度 这种互动与碰撞不仅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也为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最后 我想邀请观众们也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于艺术与市场的看法和想法 你认为艺术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体会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